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意大利真实生活系列,我是珊梅 今天要带你们走进意大利南部美丽的Calabria大区 尽管这里的美丽海滩和壮丽的山脉,旅游业却不太发达 为什么呢?今天的视频会为大家解答这个问题 Calabria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从美丽的海滨到壮观的山脉 比如西伊拉和Polino国家公园 这里的美食不仅美味,而且价格也相对低廉 还有很多漂亮的古老小镇,非常迷人的 这里有许多适合徒步啊,滑雪啊,还有做各种运动的地方 比如我家附近可以做水上运动的,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风筝冲浪点 每年举办世界级的风筝冲浪比赛 我去过很多漂亮的地方和海岛,比如有一次我去过斐济 当然那些地方非常独特漂亮,但是每次到海外我都觉得其实我老家并不赐 那么为什么这里的旅游行业不发达呢?让我们一探究竟 在开始之前呢,提醒一下大家,我和姐姐刚注册我们意大利制造小店的Instagram账号 现在有活动啊,只要关注一下账号,并在活动相关贴子下方评论优惠 即可收到一个独享的优惠吗?赶紧去关注呗 现在我在Tropea,这是我们Calapea大区最出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看这个美景,能知道为什么吧?这个地方旅游资源开发的比较好 有很多酒店,也有餐厅,很多美食,这边的海鲜也挺有名的 床的一日游,半日游,各种体验 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本地人平时过来这边的原因 到这儿挺麻烦,路不太好 首先是我们的高速公路 咱们看看从我的城市Calapea到Tropea有100公里左右的距离 但开车需要将近两个小时 大家可以看到,高速公路上满是改道和坑洼 这严重影响了交通 最古怪的是,有一段路是20多年一直都有这些改道 一直不变,也看不太出来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 路一直那个样子 这个高速路叫Salenore-Recio Calabria高速公路A2 是意大利南部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杆道 但它的见识和维护却一直存在许多问题 意大利20多年前就开始了这条公路的改造和扩建工作 然而一直没有完成 原因包括资金挪用和腐败问题 由于路况不佳 所以在旅游高峰期经常会堵死了 而且存在很多驾驶风险 到Tropea那个路 就是一个小的有很多弯的路 虽然这个地方是开发的不错 但是周围的环境还是有点落后吧 就不太适合这么好的一个旅游资源 Tropea被誉为地中海的珍珠 这个迷人的小镇以其美丽的海滩 古老的建筑和壮观的景色而闻名 这个小镇的古城区保养的非常好 而且所有的餐厅和其他的设施都比较不错吧 价格不便宜 这附近这个地区非常有名的另一个原因之一 就是它的海水非常清澈 就好像在马尔代夫的那种海水 不仅也有很多小湾 这整个海岸叫Costa de Lida 我觉得来到了卡拉比亚还是蛮值得来这儿 但是其实我们大区也有很多其他的非常好的地方 唯一就是没有向这儿开发的好 每年夏季Tropea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他们来到这里享受阳光、沙滩和大海 同时探索这个美丽而富有历史的小镇 现在是中午时间 所以才没人 但是晚上的话会有很多很多人 这个地方也有很多外国游客 来自全欧洲 也有来自美国的吧 已经算是一个国际的目的地 一个小的游客团来自国外 Tropea有两个出名的食物 一个是紫色洋葱特别香 另一个是辣椒 在整个卡拉比亚都尝的比较多 但是这边看这些卖纪念品的或者小食物的店铺 都会卖辣椒的串 这个人自己种了一些辣椒 这个牌子写着不要碰我的辣椒 山地能从天上看到你们 我也能 准备吃个鱼帕尼尼 饿了 先吃个帕尼尼 点了一个鱿鱼 炸土豆 莫茨莱拉奶酪的帕尼尼 我看看好不好吃 还不错 这个帕尼尼 12欧元 这边的价格有点像 大的旅游城市的价格 不是很便宜啊 这里说在这个地方必须清一颗新的形状 给你们介绍完了卡拉布利亚旅游行业的小钻石 现在带你们去看看一个比较普通一点的地方 也是一个美丽的海岸 但咱们会看看为什么那个地方没有游客 今天我跟我妈来了我们有度假房子的海滨 今天我跟我妈来了我们有度假房子的海滨 那么为什么人在这边比较少呢 原因是有挺多的 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边的海水有时候很脏 我们卡拉布利亚大区本来是一起美丽的海岸线和清澈的海水而闻名 近20年来这个海岸出了一些环境的问题 其中污水的处理是最大的问题 污水处理的设施 不管用吧 所有的污水都会被排到这个海水里面 所以有时候这个海水很脏 有时候它还没有浪的时候就比较平静 就会非常清澈 非常美 那个时候我觉得它不次于一些比这儿出名很多的地区 但是脏的时候真的挺可怕 而且挺可惜 因为本来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资源 但是因为缺乏资金啊或者市政管理腐败的问题就浪费了 我再找一个干净一点的地方下水 现在离沙滩比较远 但是到这儿还是挺脏的 就是除了上面这个泡沫 也是不清澈看不到最底下 怎么样 平时清澈的时候就能看到最底下了 去年我们大区政府去研究了一下 为什么Calabria某一些地方海水会脏 然后就发现了很多这样的小镇的污水处理场是 不管用或者不开的呢 然后说会采取措施去改善这个情况 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变化 我跑了这么远 就走到了一个不脏的地方 下水了 这个地方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 比较缺乏旅游的基本的设施 在这个小镇只有一些比较朴素的海滨浴场 出租太阳山啊椰子啥的 然后提供一些非常简单的食品 有一个咖啡厅 一个Bar 做冰激凌可以喝咖啡的 一个非常小的也不算超市吧 这是一个便利店嘛 晚上呢没有什么去玩的地方 只有那些在沙滩上的海滨浴场 有一部分会播放点音乐 来吸引在附近度假的年轻人 但是其实如果晚上在这个小镇出门 就没有什么可干的 得开车至少到附近另一个小镇 出去吃个饭喝个酒什么的 比较没意思吧 这边的住宿选择也比较少 前两年我的哈萨克三朋友 跟他的老婆来过看看我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看Booking 帮他们选一家酒店嘛 因为我这边的房子很小 我父母也在 所以我没法让他们住我家嘛 我记得当时找这个酒店 选择特别少 没有很多民宿啊或者酒店 这这种问题严重的阻碍了 这个卡拉比亚部分地区的旅游业的发展 本来我家旁边有一个海滨浴场 然后我听说今年他不会开了 因为经营他的老板 因为管理腐败的一些问题 就在逃啊 对了 大家看我今天穿的这个 Murina项链 这是我们的小店新出的系列 Murano Bole的视频 我在海边的时候也喜欢穿 这个简单又经典 设计是代表生命之术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如果喜欢意大利正式生活系列 记得关注我的账号 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期视频 CiaoCiao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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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o